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击第二个选项 点击这里 输入雇主代码 点击这里 更新雇主的资料 选择SSM申请日期 公司领域 公司业务范围 总员工人数 本地员工人数 外籍员工人数 邮政编码 州署 县 负责人名字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银行户口种类 身份证号码 银行名字 银行户口号码 VRN号码 上传公司相关文件 BRN 文件 SSM 文件 公司银行账单 财务报告 打勾确认文件是正确的 点击这里 第二步 输入另一个网址 点击这里 登录 输入用户名字和密码 点击这里 登录 点击这里 添加招聘 填写空缺职位名称 打勾代表接受外籍员工 职位 职位数量 职位等级 点击你放的招聘 申请雇佣金贴3.0的时候 需提供招聘的网址 新员工必须在这个网站提交工作申请 点击这里 再点击这里发送录取通知给员工 员工接受录取之后 点击这里 再点击这里确认 第三步 回到雇佣金贴3.0的网站 点击这里 接下来点击这里添加 输入雇主名字 雇主代码 招聘的网址 招聘开始和结束的日期 职位名称 打勾这里代表着职位会录取本地员工 取代外籍员工 选择招聘的职位 填写职位空缺的数量 点击这里提交 第四步 在提交完第一次搜搜和EIS之后等待三到五天 再回来这个网站 点击这里 添加你要申请雇佣金贴3.0的员工身份证号码 点击这里 上传员工名单 使用这个模板填写员工名单 上传名单后 点击这里提交表格 就完成了 之后搜搜会通过电邮来通知您申请结果